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喔 很多時候呢 當我們想要做音量的健強的時候呢 當你仔細去聽 你會發現 呃 事實上你只是更用力的吹它 但是呢 你的音量並沒有變大 而是你的聲音變緊了 請讓我示範一次 發現問題了嗎 就是我把嘴巴咬得太緊了 所以呢 你會發現你的竹片啊 已經被嘴巴咬到它都快沒空間了 所以這個時候 無論你在怎麼用力 你在用再多的氣 事實上它都不會進到你的樂器裡面 那只會讓你的音色聽起來更緊 更扁而已 所以當我們要做健強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 你要注意的是 你必須把力量放在你的肚子 去把你的氣推出來 同時呢 你的下嘴唇不能往上咬 那這個時候你的嘴角 要去固定它 讓氣不要從兩邊噴出去 那當然這需要透過不斷不斷的練習 因為當你用更多氣的時候 你的嘴巴如果撐不住 兩側的嘴角的肌肉如果不夠力呢 第一個 氣可能會從兩側噴掉 第二個 你可能會變成上下的力量在咬你的吹嘴 那 如果你做了這個動作 那反而你的音量沒有變大 有時候甚至是變小的 所以這個小小的觀念呢 當你記在心裡 每次在健強的時候耳朵仔細去聽 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知道 自己到底有沒有用對方式 有恨小的功夫